今天的來賓實在是太大塌了 我必須要這樣子 一定要走出來迎接他才可以 而且我已經換上了我這個 很隆重的裝扮 我為了他 我還落髮 天后嫁大 浮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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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動成這樣這鏡頭根本沒辦法用 有啦 那裡有一機啦 那裡有一機 我以為你們開場到GoPro不是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只有第一集 後來就都沒有了 就偷懶了 沒有偷懶啦 就是都詐騙 不是不是因為想說觀眾也知道這個流程了 我們就不用這樣 就省略 那就不用開場 直接去畫畫就好啦 沒有沒有 還是要有一種很隆重的感覺 我們就是要有一個禮車 然後配一個 什麼禮車 名字是你開車來 那是禮車 廠高級的車是你自己的車喔 他說 借來的 借來的 你這次還好 很舒服耶 對不對 好好喔 我在這邊 部節目很開心 V5很好耶 對啊 這邊就是民宿 我這樣海報真的好漂亮 我的媽啊 天啊 這是誰看到的 這是你的節目 包衣 耶 我看你們節目的時候 就很想擁有這個 對 資料真的很好 對啊 有在賣嗎 有 我們時候會賣 賣給觀眾 那我可以再要一個小丸子的衛裙嗎 我覺得在這個節目當中呢 我遇到了一個史上最大的難題 就是 首先是邀請到一位 我很親重的前輩之外呢 再來就是 憑美財就是我們規定 那個來賓要畫手 殊不知 打電話說 不好意思我們請你來畫畫 他說 好啊 那我要指定你們的美財 所以你今天帶來的指定美財 沒有人這麼做嗎 沒有 而且也沒有人 為了要上這個節目 還去找老師 學畫畫 我沒有遇過比你更好勝的主持人吧 對 我真的遇到人最大的觀感 我已經被他們嫌說 欸你不要 每次我已經把這個畫畫節目 變成這個畫畫之王 然後讓他競賽 有一個 你看這一集的確都畫之王嗎 有一個人要來跟我競賽 我沒有要競賽 因為如果我沒有指定的話 我可能畫出來 比白痴公主跟寧哲熙還要更 白痴公主跟寧哲熙還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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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這個通告的時候 我心想說完蛋了 我一定要讓 在別人面前流露出 我是一個白痴這件事嗎 但是後來 我找到一個救贖 就是纏繞畫 纏繞畫 纏繞畫基本上 不太需要畫工 你只要把心靜下來就好了 好 所以給你看一下Sample 我後來有點後悔 因為老師在教我的時候 然後他就在跟我講話 他就說 我是不應該跟你講話 讓你專心畫 我說不行你一定要一直跟我講話 因為那個節目就是要一直講話 你還練習練成這樣 對啊 有必要 而且因為我那個老師 是我的高中同學 他真的就一通電話 馬上衝來我 然後教我畫畫 那據說可以在畫 重複重複重複再重複的圖騰裡面 可以得到一種靜心的體驗 前掌唸了金剛精采來了 還給我唸金剛精采出門 那你還練習 彈繞畫 對啊 史上最離譜的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浩勝 然後中間 他那個警報器會響起 所以不要太害怕 很大聲 會震惡欲龍 40分鐘喔 計時 你剛剛史上唸金剛精采嗎 不是 因為畫畫實在是我太不擅長的事了 然後 其實很緊張 真的假的 而且我會一直譴責我自己 不要啊 說太醜了太醜了 這太爛了 你為什麼要給別人看這麼爛的東西 你知道平常都是人家在開導我 不要這樣 請開導我吧 不要這樣子 就是你開心 然後放棄 因為應該用畫畫來療癒你 不是用畫畫來給你壓力的 謝謝姐姐 好不要 姨妹放手 謝路 但是我們還是要計時開始 好 開始了嗎 開始了 可惡 如果我畫得很不像啊 你可以整容像 整容的像我畫那個樣子嗎 好 那你再跟我指定一下 你要去哪一間 不要眨眼好不好 因為這樣我畫不到你眼睛 不是 你可不可以不要 不是 不是我還是要對一下 你的比例吧 比例不重要 纏繞畫重點不是像 重點是纏跟繞 對 對 對 你真的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因為我在安慰我自己 欸你是整個已經練很久了嗎 你都不用看我 你就可以夢 因為我不在乎你長什麼樣 欸 跟我這種人啦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直很想學纏繞畫 真的嗎 可是我沒有那個動力 去做這件事 就是我總覺得說 啊在找時間吧 結果因為你約了這個通告 我就想說不如就是現在了 寶瑞姐也是一個做什麼事情 都是要五毛給一塊的人 因為我覺得好玩啊 其實重點是要我自己本身覺得好玩啊 如果我覺得不好玩 其實我沒有辦法做那件事情 就跟錄節目也是一樣啊 啊我想起來你之前有跟我說 你就是一個很愛恨分明 然後就是不想做 就會在機場不出去的人 欸 你有聽過這段嗎 有有有 桃園機場一行的人都認識你了 二行二行是二行 喔二行的人 對 後來拯救我的那位先生 還得到了二行下最佳服務 服務獎 幾年前然後接一個工作 然後反正他就很不想要 出國去做那個工作 然後他就在機場痛哭 說我不要出去 急死不上飛機 對 幼稚吧 對 然後哭到整個二行的人 都想說 真保餘是怎樣啦 我們在那裡在哭 就只是因為他不想去你的工作 是 超好笑 是 超幼稚 然後我想說這應該是你很年輕的時候 發生的故事吧 沒有 其實就是五年以內的事 可是我跟你說啊 人生真的偶爾就是要 為自己的生命 發出一些宣言 其實我沒有那麼討厭那個節目 對 我其實做那個節目 還是有很多很開心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我在做那個節目的過程當中 沒有得到充分的被理解 就是我覺得他們不知道我的價值在哪裡 對 所以那段時間我就是做得很 很辛苦 就是我就覺得你們不知道我的價值在哪裡 其實你就只是把我跟別人 用一樣的方式對待 對 可是當我發出那個宣言啊 就是所謂的宣言就是 我希望我以後都跟 明白我價值的人一起工作 之後 來找我的都是我超愛的節目 真的喔 真的真的 雖然來找我的節目 相對來講 跟以前比起來一定是少了 但是 做得比較開心 對 做得都超開心 而且得到很大的人生的成長 所以 所以就是 偶爾人生就是要發出這樣的宣言 就是要跟宇宙說 我希望能夠跟明白我價值的人一起工作喔 然後 宇宙就會 完成你的願望 欸 我是在第九集嗎對不對 我們節目 所以 下禮拜再播完之後 就沒了 對 這個節目節目節目之後 大家可能想 哎呀 話說露露就暫時沒得看 就可以看那個寶依姐的新節目了 耶 我們回家吧 欸我也有去錄喔 然後呢 那天我們在台東 所有工作人員 就是一面喝酒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 我問每一個人 我說你們每個人說一說 就是錄了這幾集 遇到這些來賓 對 你們覺得哪一集最好看 不會是孫女爸啊 我們變裝的那一段啊 被所有人選為明場面 明場面 明場面 明場面就是我們那個耶 我們主持韓信監會的那個 一些 私房用法 對 真的是明場面 在這邊我們真的要謝謝 陸爸跟陸媽 陸媽 他們兩個很喜歡 他們兩個 你知道那一集啊 收音師快吵死了 真的喔 好像有四個主持人在講 而且我那一集錄完回去就生病 真的假的 因為我覺得好累喔 可是就是很開心 那一集錄得超開心的 我也覺得也是謝謝你 也多虧 有那個節目 所以 因為我也很久沒有這樣回去逛 我們家的市場 是啊 所以我真的現在除了工作 不然不太會 因為其實他們都會上來台北看你啦 對對對 所以你也很久沒回老家了 沒錯 你知道啊 我第一次學纏繞畫 過每兩天我去做推拿的時候 推拿師傅說 你最近是有在健身嗎 嘿 你 你的右手 怎麼感覺強壯很多 我說最近在畫纏繞畫 畫成這樣 有時候會整個畫得太進去 會這樣 那你今天的壓力來自於是這個畫會展出 因為 這畫會展出 會喔 就在這邊展出就可以了吧 不是 我們會在那個 綠洲 什麼東西 許家凱的那個 這邊沒人去啦 我才說我要開始纏而已 不要這樣 真的 先不要這樣 等一下我把這先畫好 等一下 才讓畫是停不下來 他們會聽你的畫 他們不會聽我的 我怕是停不下來 他們會聽你的 他們會聽你的 他們不會聽我的 我不想說 喔 老師 有了 對前輩大不盡 欸 這已經夠難畫了 好想偷看你喔 我們今天要挑戰 新近期的畫環繞畫 這個一進來火系就上來了 等一下 這樣我怎麼畫 這樣只能 現在只能 我們互相幫忙挖筆控欸 可以拿筆嗎 可以一點點 可是 喔 很難控制欸 很容易畫歪 很容易畫歪 我跟你說 搞不好我這樣畫得更好 欸 為什麼這樣才這樣 為什麼我才這樣啊 欸 因為我有軟骨弓 因為我是出來 欸 欸 因為每個人人生都不一樣 很會掰欸學妹 講到什麼 學妹有牆喔 我流汗 欸其實我覺得這樣畫 比剛剛畫的心還要更近 真的嗎 因為 某個部分被綁住了 因為你的身體某個部分不自由 被控制住了 所以你會更專注的想要完成 哇 你真的很有殘忆的一個人欸 我覺得 既然都要活著 還不如開心的活著 那我結局不拆掉了 嗯 那我覺得 可能就會有人沒有辦法 繼續活著 導演下一部作品 好啦如果 哈哈 容易妥協嘛 被我這樣一看就會妥協嘛 好啊你說 如果我以前想要拆掉的話 可以為我們現場 哇 哇 你以前專輯的歌 蛤 我可以唱我們回家吧的主題曲嗎 蛤 我們節目竟然有錄主題曲 你唱的主題曲嗎 我唱的啊 哇 我不知道欸 好酷喔 直接唱副歌就好 好 Come on let's go back home 讓我們回家吧 Let's go back home 飄雨的心隨風而去 Let's go back home 讓我們回家吧 讓我們回家吧 我會走遍那些錯過的美麗 然後找到你 唱完了 很好聽欸 欸 你的聲音跟 以前那個 CD裡面的聲音都一樣很清甜欸 其實走清甜路線的 清甜是種玉米的感覺 對欸 對 那你唱一下嘛 我也是解鎖一次唱一首清甜的歌嗎 但其實沒有人想聽你唱啦 好啦你也唱一首清甜的歌 是嗎 我是有 我剛剛那首歌唱團讓你 喔 寶玉姐到 我記得啦 好啊這麼容易 Let's go back home 讓我們回家吧 Let's go back home 飄雨的心隨風而去 Let's go back home 讓我們回家吧 讓我們回家吧 我會走遍那些錯過的美麗 然後找到你 然後 找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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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好像變調欸 然後找到你 找到你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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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被拆 又被裝起來了 耶 謝謝 是不是我們的歌很容易上口 怎麼了 什麼事 立刻就拆掉了 我那時候好像中感冒 沒辦法主持一個尾牙 然後我只好跟人家Can't don't go 然後可是 我們又要提出說 可以 就是要請一個 也是女主持人 然後可以來幫我 主持那個尾牙 然後 我們就找到 寶玉姐 可是我也不知道 我剛剛開這個口 然後練習很久 然後她人 那時候跟她姐不在 那個時候她 回我電話的時候 超帥 八七一百分 她說好 什麼時候 大概是幾點 然後是什麼廠商 Round 9 就讓她寄給我 好 我十分鐘後告訴你可不可以 掛掉 超帥的 常不聽話 我們現在有一個小狀況 那你可以去換 因為外面的風源太輕了 所以燈會要垮下來了嗎 對對對 我們去救一下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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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救 不要打到頭 現在目前記者 位於的地方 是金山的一個海邊 我們可以看到 前面有一個知名女星 曾寶怡正在作畫 那在知名女星 曾寶怡作畫的正後方 我們可以看到 是有三四名黑音人 正在調整這個燈光 我們要確保 知名女星的臉上 可以有很好的蘋果光 為了確保這樣的前提之下 我們派出三名人力 去後面搶救燈光 那也不知道 等一下風速太強 我們把他們吹到海裡 目前也是一個未知數 待會在十分鐘之後 我們再繼續連線 我們先把鏡頭還給棚內主播 寶怡 是是是是 下一則新聞是來自於露露 露露是在台灣非常 大家非常喜歡的影視歌三期女藝人 最近呢 把頭髮剪短了 很明顯是 心靈受到了一些創傷 到底受到什麼創傷呢 我們來聽她本人現身說法 把現場交給露露 是是是 好我們現在先採訪的是露露本人 聽說 你有些心靈的受傷嗎 是嗎 只是為了好看 但我蠻喜歡短頭髮的 喔對不對 我覺得很好看 其實妳長頭髮也蠻好看的 是不是其實就是長得還不錯 其實是因為髮型是真的很用心 髮型是真的很用心在講究妳 我要停那麼多秒 成果就是一種態度 對 我在畫畫這件事情上 對自己有非常多的譴責 蛤 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辦法準確 我沒有辦法準確 我很怕讓別人看到我 不足的地方 對 我會想要躲起來 也是 嗯 但我也想要 慢慢放下這件事 就讓別人知道 我很不會畫 那又怎麼樣 我就是畫畫白痴 那又怎麼樣 但我覺得 我的前半生已經夠努力了 我想要放過我自己了 對我現在 盡量以活得開心為主 所以為什麼 所以為什麼我想要錄我們回家吧 就是因為 其實我們回家吧有一個潛在的副標 叫做我只是想要出去玩 我只是想要出去玩 對 而且我想要跟好玩的人出去玩 好 我可以了 你可以了嗎 那我也可以 簽名筆畫畫好看 對 對 好姐我們先來看畫囉 好 要先看你還是先看我的 好先看我的好了 我都會先看我 然後再看來賓的那個 因為我很期待你 因為你還有練習什麼的 我覺得 壓力也是頗大 但我跟他說 請你千萬不要期待 是嗎 對因為這畫滿來的 好好 那我們這個節目就是抱持著 沒有期待 沒有期待 沒錯 好 OK 哇塞 我是蠻大膽的喔 我覺得你畫得很好欸 我留空留很多 我就是 所以我就是研究在這裡 而且你看喔 我覺得你的潛肉畫畫得非常好 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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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要跟你學習 不要啦 真的我要跟你學習 因為我覺得我被我自己的頭腦困住了 所以 所以我畫的圖騰基本上就是 老師叫我畫什麼 我就是 照我老師的方法畫 但其實潛肉畫並沒有這麼多的規則 他可以是這樣 他也可以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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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覺得他是怎樣就是怎樣 對 可是我就是很容易被自己困住 所以 我畫的就是很 不要這麼說 我很喜歡欸 真的嗎 因為我最後 我最後在卡住 就是我要不要畫你的五官 對 因為我覺得 我臉不好畫 對 因為我想把你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你的耳朵 就會耳朵畫出來 然後跟 因為你最常出現的頭髮 就是整個出乾淨 然後跟一個 跟一個 麻味 所以想說 應該其實這樣看得出來 是保一姐 看不出來 謝謝 不是 但我很喜歡是因為 我覺得我可以成為任何人 我就是有這個意思 你少啦 你根本沒這個意思 是我負以他的意思 你少不要偷 不要偷我的idea 因為我覺得主持人有個特色就是說 我們不能有一個太鮮明的樣子 對 就是說我們是隨著這個來賓 他有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是順著他去的 沒錯 而且你不覺得每一分 應該說每一分鐘還太大喔 每一秒鐘我們都會隨著這個來賓的 他每個眼神每個鼻息 我們會調整我們的節奏 沒錯 沒錯 而且主持人通常都沒有自己 對 應該是說很 有的主持人很有自己 但有的主持人其實沒有什麼自己 因為他都是把 比方說來上節目的來賓 他們才是重點 他們是重點 或者是 比方說我們如果是見面會 對 明星 如果是產品的記者會 商品 韋牙 公司 董事長 對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主持人都是 退到後面去 沒有臉的 對 欸你真的 我覺得要跟真的是 就是你知道專業的主持人才 才會明白 才懂這些事情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你的啦 我的好醜 我被你這樣弄 別這麼說 欸咻 好 我最沒有信心 很有印象啊 我最沒有信心的就是臉的部分 因為我實在太不會畫 形式的東西了 但是因為我覺得 你就是一個把自己的生活 都填得很滿滿滿滿滿滿的人 對 所以其實產生化 某程度上也是很符合你的那種感覺 很印象 但是 我最後把這邊留在心形 跟你的嘴巴留在心形 是因為 我覺得你心裡面跟頭腦裡面 有很多的愛 可以透過你的嘴說出來 哇 對 所以這是相通的 哇 對 我每天想把我的意念 灌注在這個畫上面 因為我實在是 畫得太差了 所以他可以是每一個人 你太客氣了啦 我剛才每次都是保姨姐來開動我 但我今天也要來開動你 我覺得你真的要畫她 謝謝你 而且你就是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畫畫練習你本來就沒有對錯 也是 對不對 對然後你已經那麼 又為了我 我們這節目那麼認真的練習 我也是很不好意思 性大師開示 喜歡欸 我喜歡這個感覺 謝謝我也喜歡 而且因為我真的把生活都填滿 都填滿啦 對啊 那你畫這個是什麼意思 沒時間了 本來也要畫嗎是不是 本來也要畫嗎 我本來這邊也是要填滿滿的 對 然後最後變成這樣 沒時間了 把它帶過 也跟你這邊有點像 哈哈 對欸 對耶 是這樣的感覺 節目也要進入到最後尾聲嘛 馬上就要迎來最後一集了 然後我們身上這個衣服啊 就是大家可以 我們在這個YouTube下面 可以有一個表單可以讓大家填 就說你想要買在我們節目 什麼樣的周邊商品 我們會 你看到這些 有可能都可以穿在你身上 所以可以去填表單說你想要什麼 會想要什麼 你知道你會賣東西欸 對啊 這代貨網 很會賣東西 賣飲料賣飲料賣什麼周邊商品啊 你做節目做節目賣什麼周邊商品啊 溫馨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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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意見留給我們 我們都會看喔 大家都可以帶回家 對 就好像參與這個節目的感覺 對對對 謝謝謝謝 溫馨的結尾 我再灰一點錢我就給你 沒有不行 謝謝保育姐今天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謝謝 如果在家裡喜歡的話也可以拿起筆書 就這樣畫成了畫 真的很簡單 很療癒 療癒你自己 然後不要給自己壓力 沒錯 放輕鬆的話 換你喜歡的人事物 謝謝你們了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保育姐 謝謝陸佟姐 謝謝陸佟姐還是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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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謝謝 分享 謝謝 老師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